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每周360,我是阿鼠 过去一个礼拜的开载机下期,到处都很塞车 你有塞在车笼里面吗?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进入第一则新闻 第一则新闻就是Mazda CX-60 正式在欧洲公布了价格以及详细的规格表 这一次Mazda CX-60在欧洲只有一个版本的车型发布 那就是2.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加上PHEV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至于另外两具 直列6缸引擎则暂时还没有出现 不知道原厂是不是没有打算在欧洲发布这两具具引擎呢? 售价部分,大家可以参考旁边的列表 我们会将价格打在上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具2.5公升的SKYACTIVG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有189HP 峰值扭力高达261Nm 搭配了PHEV的电动机之后 它的综合输出达到了323HP 和500Nm 实力相当强劲 在这么强大的动力系统下 它的零摆加速只要5.8秒 可是很可惜的是 它被电子限速在最高200公里每小时而已 不过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啦 电池组方面它搭载的是一具17.8千瓦时的电池 它能够支援存电续航最高63公里 而它的速度能够达到140公里每小时 并且还有后轮驱动以及全轮驱动可以选择 因此 还是非常不错的 来到外观 CX60和现有的Mazda车款都不太一样 它采用了全新的家族式设计 包括树立式点状的进气格栅 以及全新的LED头能组 它看起来非常的豪华 非常符合Mazda以后要进军豪华市场的策略 内饰部分 它和早前北美版本的 CX50非常相似 只是它会多了一个全液晶的仪表 以及全新的挡霸设计 看起来内装的质感也高级了不少 第二则新闻 Toyota Vios正式现成泰国进行测试 我们都知道 下一代的Toyota Vios 很有可能在今年的8月发布 根据我们得到消息 新一代的Vios 将会基于DNGAB平台打造 它的轴距可能会有2600mm 也就是和它的同级对手 Honda的City 一样 对比起现款Vios的2550mm 它会多了大概是50mm那么多 因此相信它的空间表现会更加出色 引擎部分 泰国媒体猜测 因为当地Equal Car的法规 当地的Vios将会采用 1.2公升的Dual VVTi引擎 而那具引擎的最大马力表现是90HP 峰值扭率表现109Nm 另外得到很可能为 新的Vios加入1.5公升Hybrid引擎 这具引擎可能是来自上一代的Prius C 根据数据呢 上一代Prius C的动力输出 引擎能输出73HP 电动机能输出60HP 它们的综合输出有99HP 虽然它们也很出色 但是我们相信 这具引擎将会有很好的省油表现 我们开头也说了 新的Vios会在8月在泰国首发 我们相信 新的Vios会在明年才会登陆我国市场 各位Vios的准车主门 你们期待吗 第三则新闻 Honda ZRE 毫无预警突然发布 不过不要误会 这个不是新车 这个是上个月在美国发布的HRE 那这款车呢其实是和Civic共享同一个平台的 它是基于全新的Civic FE平台打造 因此它可以算作是一款C-Segment的SUV 它的定位是介于CRV和我国现在贩售的HRE之间 外形部分 ZRV跟美硅的HRE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 它们都是采用全新的家族式设计 包括全新的水箱护罩设计 以及全新更加方正的大灯组 另外为了强调这辆车的Crossover特性 原厂也在它的保险杠以及侧群 加上了防刮的塑料材质打造 来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具有越野的性能 操测部分这辆车带了很多复杂的线条 让它看起来肌肉感十足 同时 它的吸住之后 被设计得更为方正 看起来跟普通的SUV更加的像了 内装部分 国外还没有透露更多的详情 不过我们猜测 它会跟现在的Civic FE采用同一套的设计语言 因此看起来整体的质感 会相当的不错 引擎部分 虽然原厂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但是我们能从它的车后的名牌看到一个 240 Turbo的字样 因此相信陶冶和Civic一样采用一具 1.5公升的VTEC Turbo引擎 这具引擎的最大马力输出是180hp 峰值扭力 240Nm 放在一辆C-Segment的SUV上面来说 其实是相当够用了 虽然这款车暂时只在佐驾国家发布 但是根据外国媒体拍了的照片 这辆车正在日本进行道路测试 因此相信原厂将会开发右驾版本 那有右驾版本是不是代表我国有机会引进这款车呢? 我们相信这个可能性还会有的 因为它的直接竞争对手 Mazda CX-30 以及Subaru XV 在我国都有着不错的销量 Honda Malaysia 应该是不会 换过这个市场的 第四则新闻 对广大消费者来说 这是一则坏消息 因为Toyota Artis涨价了 新车价格从130,888起 那早前我们就报道了 Toyota全系车型 正式迎来SST之后的价钱 这是因为原厂已经没有任何库存车 能在6月30日之前交车了 这个Toyota Artis 相比起SST减免之前 它其实有了一点的涨幅 1.8G的车型 从原本的128,888令吉 到现在的 130,888令吉 至于1.8V的车型 它从原本的139,888令吉 起到了 141,888令吉 那这一次呢 原厂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会涨价 但我们相信 这可能是因为原材料涨价 加上了麻痹疲软的原因 那对于有意向买这款车的消费者来说 其实这不算一个太好的消息 不过 事实已成定局 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只能希望麻痹的对话力早日提高一点 让我们可以买到更便宜的车吧 对于这次涨价 你们怎么看呢 你们还会继续支持Toyota吗 最后一则新闻 又是电动车 电动车又要来了 这次是KIA的EV6 现身我国进行测试 KIA EV6其实是我国现在日销的 Hyundai Ioniq 5的 兄弟车型 两者其实共用了相同的平台来打造 它们都是基于 E GMP的模组化平台来打造的纯电SUV 它们两个都有很好的外观 其实在外观方面我觉得 KIA EV6是比Hyundai Ioniq 5更加出色的 而且不只是我这么觉得 就连欧洲年度风云车的评审也是这么觉得的 它更是首款融化欧洲年度风云车的韩系车 KIA EV6在外国提供了三个车型 除了普通的EV6外 还有这EV6 GT Line 以及EV6 GT 这三个车型都有着不同的动力输出 首先我们先来说普通版的EV6 它搭载的是一具58千瓦时的电池组 它有着后续单电机 以及前后双电机的两种不同电机布局 先来说后续版本的动力输出 它有着168HP加上350Nm的动力输出 它的0百加速只需要8.5秒就可以完成 至于前后双电机的4续版本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232HP 峰值扭力605Nm 0百加速7.3秒 它们两者的续航里程都达到了394公里 其实相当不错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77.4千瓦时的长续航版本 它一样有着后续以及前续两种不同的选择 首先是后续部分 它的动力输出有225HP加上350Nm 是比原本的低续航版本高了一点点 至于四驱的部分 它的动力则提升至321HP 扭力还是一样的 是605Nm 它们的0百加速分别是后续6.2秒 和全续5.2秒 最远续航里程达到了528km 也是所有车型里面最高的 然后就是最高等级的EV6 GT 这个车型就强了 它的输出 看抵超跑 首先它有577HP的买力 同时它能有力高达740Nm 这个动力 让它的0百加速 只要3.5秒就可以完成 这个动力 让它有着 媲美超跑的实力 不过因为性能太强了 它的最高续航 只有400km而已 不过不要担心续航里程太短 因为它有着800V的 闪充技术 能够让它在18分钟里面 就从10%的电充至80%的电量 而且它只要4.5分钟的充电 就能够有100km的续航 其实是相当够了 每天早上你只要为你的车子充一充电 其实应该就够你每天通勤的需求了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原厂有意在今年下半年引进这款车 而现在已经5月了 那看来我们最快 只需要多一个多月 就能看见这辆车了 价格部分 根据国外 4万多英镑的价格计算 换算来马币的话 大概是 225,000左右 而这个价格加上一些运输费用等等 我相信新车登陆我国的价格 大概会是250,000左右 这个价格你们觉得OK吗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期美洲三月内的重点新闻 在这里跟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 这个星期我国将会有 两款重磅新车会发布 大家觉得会是哪一款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好啦我是阿隼 拜拜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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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